迷人床头书节目 本周五邀请到的是跨界作家 也是知名音乐人刘轩 哈佛心理学硕士的刘轩 做过DJ 也在广告公司上过班 近年来除了持续创作音乐 他更喜欢和不同世代对话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刘轩的创意人生 这是玩音乐的刘轩 这是舞台上的刘轩 提到刘轩联想到的是DJ 是个音乐人 用音乐带给大家欢乐 而他现在要带给大家幸运 因为我觉得幸运跟幸福 它其实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我给他一个定义 就是说幸运必须要是 你身中有很多的贵人 例如说你每次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就会突然就找到一个答案 或者说有一个人就会出现来帮助你 一扇门关起来的时候 突然就是老天又给你开了一个窗户 得到幸运当然要靠努力 刘轩跳动人生当中 玩音乐当主持人 做广播节目 更重视文学创作 而刘轩发现名人成功都有共同点 我曾经问过他 他觉得他的座右铭 或者说他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然后他就很简单地回我四个字 他说你老爸切而不舍 不过后来我在看我父亲 我觉得其实成功的人 他们除了坚持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个性 也就是他们有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拥有坚持的毅力 又能累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前人看见经验 和年轻朋友对谈中发现的新思维 刘轩期盼用创意当桥梁 创起新秀时代 总结新闻 卢一青林贝台北报道